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到 5月份的會議上會討論加息0.5厘 並且致力利用工具將通脹拉回2%的目標水平 鮑威爾還稱以強硬手段加息的前主席玉爾克 在抗擊通脹和加強聯儲局獨立性貢獻方面 市場解讀就是鮑威爾打算大手加息 昨晚美股又跌了下來 怎樣看位其實是否聯儲局偏鷹 都已經一直這幾個月來 大家已經開始慢慢墊立或者已經預期的市 為何今次市場反應有多大 因為真的快到了5月頭就議席了 一來越來近5月頭的議席會議 而二來雖然過去儲局整體取債都是越來越鷹 但是比較鷹的可能都是個別的委員 譬如之前布拉德說一次過加75點 但是你說主席鮑威爾其實雖然都有點變應 但是過去就未應得這麼明顯 所以可能有些因素就是昨晚突然間 他出來說 因為以往大家都知道鮑威爾是比較兩邊擺 或者沒有說明確擺過什麼立場給大家 變相昨晚這麼明顯地說了加息50點 甚至乎你說自由站 前主席當時用一些這麼大力度加息的手段 去對抗通脹 甚至自己也有一個 剛才你也有說的 就是他都會用一些工具控制通脹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所說的工具控制通脹 唯一只有加息 那不是還有什麼工具可以控制通脹 變相大家會解讀為 就是似乎他真的好像比想像中是再陰些 或者可能這次加月50點之後 可能6月日是這樣加發 甚至乎打後的力度都會比較強 的確你看到昨晚外圍 是有一點就著他的說話 是有這個反應的 即是一例行例 或者是股市 本來DOW也有升轉跌 那Frogi股更加不用說 本來也是在跌 因為這樣說法之下 債息是請來上去 挨近297、298這些位置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特別在五月份叫做議息會議之前 可能還有一個多兩個星期左右 有機會都會就著這些言論也好 或者市場對個別加息的看法也好 會令到市場是比較波動一點 但是說真句 其實五月份加50點這個看法 像你所說市場都一定預算了 因為你看你市場期貨現在 97點幾%預算了加50點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覺得不會加50點 可能剩下一點是加75點 所以其實都預算了 力度上是有分不上下 但是我想真的要等 等到那一刻動作之後 才有機會有些可能短期明暗化多些 或是喘息一些的情況 所以暫時我想短期看來 美國都預算了這段時間 都會比較反覆一點 先不停止 我多小心呢 請停止 按摩